中央政府把第二剂新冠肺炎疫苗预约意愿登记 回归行政院政委唐凤设计的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虽然方便但也造成数位落差 许多民众预约完之后完全没有下文 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长辈不会使用 多位议员批评乱象的源头还是整体疫苗不足 除了希望市府加强宣导 也要求卫生局和民政局协调 为65岁以上长者主动造册 施打第二剂疫苗让长者更加便利 台湾市COVID-19疫苗第一剂接种疫苗踊跃 第一剂施打人数正式突破百万人 不过中央把第二剂疫苗预约 回归到行政院政委唐凤设计的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许多民众预约之后完全没有下文 更多的是长辈不会使用 多位议员批评乱象的源头还是整体疫苗数量不足 总归一句话问题都出在中央 疫苗数量不足 中央经过一整年的采购疫苗 疫苗到我们台湾的货数只有960万剂 很多人都在唐凤系统预约登记的民众很想问 到底还要等多久 议员表示收到民众抱怨连连唐凤系统预约平台 预约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收到简讯通知 还有开放登记时间招令细改 让人无所适从 要求卫生局和民政局协调为65岁以上长者 主动造册 施打第二剂疫苗 让长者更加便利 卫生局说明如果已经登记预约系统 却未接获通知可以拨打市府1922专信来查询 市府也会加强协助长者的线上预约工作 期望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加速配播疫苗 市府将加速为民众来施打 既然综缓台中采访报道